原标题,印度给马贷10亿美元还中国贷款,马尔代夫万长这样回应《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愿金融《环球时报》记者召决成王汇聪,印度将为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绑住偿还欠中国的债务,换取在马场驻印度军队。 日经亚洲评论,28日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趁印度目前正在考虑向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贷款,附加条件是疏远中国。 马尔代夫新总统萨利赫本月中旬上任,新政府的三位部长24日到27日同时访问印度、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称。 马外长沙西德27日在印度表示,印度将为马尔代夫新政府提供紧急援助,但没有提及具体数字。 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称,在本周一于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印马两国外长同意就经济和安全事务开展合作,马外长沙西德重申马尔代夫政府将对印度的安全和战略关切保持敏感。 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印度支持马尔代夫,确保财政和预算稳定。 报道引述印度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印方正考虑向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目前正与马方商谈分阶段提供低息贷款,但这一贷款的附加条件是,马尔代夫疏远与北京的关系,与印度建立更稳固的安全关系,包括在马永久派遣印度军事人员等。 报道称,两国有望在马总统萨利赫12月17日访问印度前抄定有关细节,马尔代夫宣布。